欢迎回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新竹县国民党立委林维州 之前就提出了新竹县、新竹市和苗栗县合并升格 引发了关注 针对竹竹苗合并成为第七都的议题 苗栗县县县长徐耀昌表示是乐观其成的 一来可以改善统筹分配款分配不公的待遇 同时也能让苗栗县真正脱胎换骨 竹竹苗合并升格成为第七都议题 这几天在政坛与地方迅速发酵 对于这项话题焦点 三县市政要各持不同看法 苗栗县县长徐耀昌指出 日据时代光复初期的新竹郡、新竹州 就包含苗栗在内 竹竹苗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基于地方发展共荣共好 他认为有必要合并也乐观其成 让我们能够跟得上直辖市的一个 中央统筹分配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补助 那我个人认为台湾省所属的县市 基本上感觉到是二等公民 哪一个台湾省的县市 它很有钱的 直辖市你看看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经费用不完 我们是台湾省的县市 是收心见走的 所以有必要这个新竹县市跟我们苗栗 成为一个直辖市 徐耀昌还提到 如果竹竹苗合并成立第七都 不仅可改善苗栗县在统筹分配款上 总是矮人一节的不平等待遇 也可帮助财政困窘的苗栗县脱胎换骨 个人认为说并在一起 成为一个直辖市第七都 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想礼拜六 这个新竹县的杨县长 也邀请地方上的立法委员 议长一起 就针对三个县市合并的议题 来做一个座谈跟讨论 我想我们会积极的来征集 这样子的话 我们苗栗县才能够真正的 能够投胎换骨 能够把财政改善 针对新竹县长杨文科 发起9月11号 邀请竹竹苗三县市首长 议长及立委 召开共商会议 县长徐耀昌强调 届时他将出席表达意见 积极争取